為了提升民眾對於今年萬安45號演習的注意事項 告市井各分局也製作相關宣導影片 例如延程警分局就以活潑動畫來呈現 提醒大家在萬安演習進行時 民眾該如何來配合 南部地區111年萬安45號演習 並於7月27日星期三下午1點30分至2點整 實施演練進行市井配合現警及民航人員 實施人車管制疏散與避難工作 另外也有透過與民間的互動 讓市民朋友知道這次演習的疏散方式 以及車輛管制 告市井古山分局長蔡宏文 也特別在影片中說明 這次演習時的避難方式 演習警報發放後 民眾必須配合警察及民航人員 實施人車管制就地疏散避難 本分局網站提供警政APPQR Code 令警政署及警察局防空避難網站 亦可提供民眾查詢防空避難疏散位置 各個警分局創新活潑的影片 來呈現演習注意事項 也希望透過宣導提高大眾敵我意志 強化居安思維概念 另外民眾若是經過規勸而不配合疏散避難 也將會依民方法第25條 處罰3-15萬元 記者李佳龍 高雄採訪報導